我們來預言一下這個霸姐會不會通過 來看看兩位有沒有默契喔 好 一二三 這麼沒默契 我們今天邀請到民眾黨的 蔡壁如跟邱承遠立威 很高興他們立委現場 對 那我們今天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高雄最夯最紅的議題就是什麼 我曉得兩位有耳聞嗎 霸姐 對 霸姐的這個議題這樣子 拒絕開寶石節嗎 拒絕開寶石節 當然不是啦 是這個黃捷議員的這個事情這樣子 所以我們想來問兩位立委 就是有關於這個霸姐的一個看法這樣子 大家想罷免他的最主要的理由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說 他身為議員 他沒有保護這個市民的食安 因為他不支持瘦瘦瘦經理檢出 那可能好像當天投票的時候 他就落跑了 對所以這一點 他是落跑嗎 沒投嗎 沒有投 所以蠻多選民對這個蠻介意的 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要 今天你們的意見 是 因為立法院也是有人 也是有良心嘛 有三個良心 罷來尾 罷來尾 在立法院也是有人發起要罷來尾的活動 所以 我覺得萊豬這個 因為石安真的是所有的國人 因為石安是 我覺得不管是我們全國各地的這個國民 其實他這個是一個基本的 他保障他生活的一個權利 我覺得石安確實是 尤其民進黨我記得2016年 那時候不分區在提名的時候 他是照這個民眾的需求 第一個是提那個吳坤玉教授 他是石安的專家 那其實這麼重視石安的一個政黨 那在萊豬整個政策上 確實是跟民意有一個很大的這個對抗跟反差 這個是我們覺得雙標又添一筆 是不能解的 那當然說地方的議員他在這些 還是說我們中央的立法委員 對這些的這個態度上的表態 其實全民都在看 我老實講 包括我們立法院在表決的時候 其實也有幾個民進黨的委員 不管以及用什麼樣的理由 那其實他也是沒有遵照黨議 當然他們也有他們的選擇 跟他們對地方選民 他必須要去承擔的後座力 跟他們要去表達的態度 那我想這個黃議員 他在鳳山這個選區 那他在議會上的 這樣子的態度表現出來 我想這個鳳山的市民 他會去決定 但是我只能說在這個議題上 跟大部分的民意 他是持相反的態度 民意代表本來就是這樣 他還是要站在民眾的觀點上面 去維護民眾的一些民生的經濟的一些權益 像安立法院也是 其實也是出現了民進黨裡頭 出現了一兩位有良心的一些民意 民進黨的良心 民進黨的良心 他不是黨議委員 他還是代表的民意委員 所以其實民意代表本來就是要站在民眾的立場上面 來維護市安的安全 當時在投票的時候我也上台發言 我也是呼籲大家各政黨 就是說我們今天是民意代表 我們不是黨議代表 很多時候你還是要對你的選民去負責 那不管你做什麼樣的決定 最後選民也會用相同的這個 等據的這個模式來回應你 所以我想像我自己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我們對這個食安還有下一代 包括政府局在這些問題 我們就會特別的去關心 特別的有感 為什麼因為我們知道說 台灣我們國家現在目前的國際競爭力 各方面產業的發展 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跟它的困境 那如果連食品安全這樣的東西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照顧 甚至是說因為透過舉債的方式 讓我們的下一代生活的更辛苦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所不樂見的 那所以你做這些決定的時候 你還是真的要去三思 去考慮你是不是要站在民意的對面 那如果你選擇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承受一定程度的政治風險 所以這個他這一點對於民代議員 這個你覺得可以過關嗎 他這樣子的作為 應該會引起很多民眾的一些反感 對但是就是要看說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在鳳山這個地區 大家關注的程度有多高 老實說 因為這個大概 因為每個選區的人口結構不同 我們自己的統計大概就是 都是大概是 像我們這樣年輕的父母 或比較年長的 大家對來做議題會比較關注 那在比較年輕的選民 這一點確實對他們來講 他們的關注度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 其實是幾個那種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這個 第一個這個罷名的理由 你們覺得有過關嗎 有啦 這個是 如果說這樣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說以萊豬這個議題來講的話 確實他是跟全國的這個民意 如果以全國性來講 他確實是站在對立面 因為應該蠻多中間選民 對這一個議題其實是很care的 是我們街坊的經驗來說 我們來看第二個 像我們昨天有一個影片 他就是一個那個 時代力量的支持者 那他就是覺得說 黃姐這個是一個 偽固的行為 人頭黨員的事件 對 那這個事件的話 他有帶來就是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說 這個做人頭黨員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問題 這是代表他人格有問題 他的這個操守有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事情爆發之後 黃姐他是在抨擊他的勞動家 時代力量 斷尾求生 他不是說 因為照理講是他做錯事情 他應該要來承擔 或者是來道歉 對 可是他說那個 時代力量已經沒有民族了 還有其他的 等一下查一下新聞 但是他第一個反應是這樣 他並沒有說他做錯了 對 所以他要這個兩個層面 對 所以不曉得你們的看法是怎麼樣 因為年輕的議員 對 我想問一下 人頭黨員這件事情 在貴黨的話 不可取啦 我覺得不可取 因為民眾能標榜的是公開透明 公開透明 然後那個正直誠信 對 對 所以我們是不鼓勵這樣的行為 對 這個不是正常會發生的事情 不應該 而且他是一個相當年輕的一個民意代表 我覺得 年輕的民意代表應該要有自己的那個 堅持的那個尺度在 怎麼會去弄人頭黨員 我們一旦你們也想說 這個是正不正常 還是他不知道 如果自己基本有加進去 好像 其實如果你在政黨的論述上 或政治理念的論述上 你可以說服他們加入 這當然也是 對 一種方式 但是如果只是純粹用 這樣子的概念 那當然是不可取 但是我覺得黨員的招募 本來就是一種理念的 宣達 宣揚 跟這個理念的認同 其實應該是要 要透過這樣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才是正本溯源 因為畢竟政黨的成立 他也是要有相同的理念價值 相同的這個目標 大家走在一起才有意義 如果透過人口黨員 那就會比較多這個政治的算計 跟結構的一些競爭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對 你想說 他瞬間募集這個 因為他辦送中 或者是撐香港 募集這個二手的 他就是安全幫要送過去 給他們那個 這個應該就夠了 前面那兩天應該就夠了 結果就不要再扯到國安的問題了 那個太大了 對對對 因為地方議題 以上兩點那個理由就已經充足了 對對對 這件議題這麼火的 是不是因為也是對於 蔡政府的不滿這樣子 我想其實應該不同的民意 都有他不同表達的方式 那我想這個也可能是因素之一 那確實因為經過整個去年的這個 從罷函開始 其實他已經變成好像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對立性的很 非常激化的一種方式 那當然這個就是他這個 人民他去表達他的這個 權力的一種態度 那確實因為 因為民進黨如果要講到這樣的話 當時在這個 譬如說前一陣子 我們這個 罷免王浩如的部分 他們認為是有國民黨的動員的介入 那覺得這樣是不好的方式 但是現在如果說我們這個 黃議員的部分 那我們也知道我們的這個 蔡主席他也公開的這個 有說這個類似力挺的這樣的言論 甚至是動員的這樣的模式 這樣是不是也在這個疫情期間 是不是也變成一種雙標的一種態度 其實這樣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民進黨在執政 不管說政治議題的操作 確實他就是會選擇 對他有利的方式他去來做選擇 然後再用透過他的媒體 透過他的側翼去把它合理化 這個就是我們最不能接受 因為有時候我們一個政黨 要有他的理念跟價值 有時候你不能只說 你們都不能做 但是我可以做 只許走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這樣的態度其實是對於這個 跟你不同這個政黨 或不同民意的這個 我們的選民 他們是沒有辦法認同 甚至是厭惡 甚至他就是只能 如果你不尊重我 我只能讓你看見我的野蠻 很多人他們是這樣的態度 因為他們覺得在這個公開的擂台上 他打不過你 他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來去表達 他的憤怒 那其實這個東西 全面執政 你應該就要全面負責 其實社會的分我會操作成這樣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個民進黨是要負最大的責任 因為其實我們民眾黨一直 提倡的理念還是共融社會 國家治理 很多東西回歸 現實面來討論 就像剛剛在談王議員的罷免裡 如果像我們這個 全國部分區王議員 那可能大家就很多可以講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大部分 百分之七八十的還是很理性的 因為我們雖然是不同政黨 不同的這個價值 但是我們有共同的未來 我們要一起面對 台灣是大家的 國家是大家的 這個我覺得是我個人的看法 是希望就是說 全面執政你就要全面負責 這樣的社會分文 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去年說真的 一整年來講 發生在很多的民生經濟的問題 執政黨都沒有好好的去做 好像疫情之後的一些 有些行業真的是非常的沒落 那到底對這些行業的一些紓困 到底有沒有到位 有些就是錦上添花 可是真正應該要去協助 他又沒有去做 那再來就是突襲式的 就像剛剛成員講 其實民進很多都是雙標的 不管是疫情的一些紓困 一些萊豬的一些問題 像疫情上面 只要碰到小民要回家就不准 碰到歐美、英美要回來 好像就大開門戶 你看現在每天都是境外移路的 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都會讓老百姓覺得說 你這個政府怎麼都雙標 那就會變成真的是 不滿的會一直累積 其實萊豬是最後 因為它跟實安有關係 所以就會讓老百姓反彈到一個最高點 所以可能這些 當然他們可能無腦意識到 這個是一個民意的反撲 所以現在你看 蔡英文總統都直接下命 他們這整個黨要下來 就一個小小的 一個跟他 也不是他們黨員的一個議員 這個倒是真的還蠻反常的 對 但是會不會反操作呢 對這會不會變相的 對 變相的 我們也不曉得 變相的操作 這個我想大概就2月6號開票 但是 其實這個國家有更多的民生議題 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跟關注 因為真的從去年的COVID-19 到這個今年 我們本來剛開始的時候 2月1號上任 覺得三個月就會結束 現在弄了一年 感覺又重新來一遍 其實更嚴重 更嚴重 這個不是每天我們在 在現在電視上看到 應該是要 多更多這樣子去協助 不管百工百業勞工也好 還有我們國家整體後續 怎麼跟疫情共存的發展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要 真的要重視的事情 對啊 之前他們才在抨擊說 哇 罷免王浩宇這件事情 國民黨大炮打小鳥 結果現在罷免王傑 他也是高雄的議員 結果現在升級到這個總統等級了 蔡總統都跑出來講 真的是 雙標講別人 現在不是大炮了 現在是雷射炮 雷射炮 台灣話叫什麼 有嘴講法 沒有 沒有嘴講自己 就是常常一隻手指頭指別人 四隻指自己 這個是我 這個是其實明眼人 或是 其實大部分 大部分的選民 他眼睛是雪亮的 他就是 但是就像剛剛碧如姐講到的 食安是最後一根稻草 你踩到我的線了 我都受不了 對不對 我如果連吃 我都不能確定 都不能自己 安全 你連選擇的權力都不給我 那我怎麼跟你繼續 其實明眼就真的會反過 對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說 我們來預言一下這個霸解 會不會通過 我們看看兩位有沒有默契 好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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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 光复奉甘